诶 又是这个天气 出来受不了 差不多有个五六天没有出来的 感情霜得很无聊 黝疼的 刚刚皮皮给我打电话说要去游戏玩 那我们现在回去再说吧 现在皮皮已经过来了 风哥 我不知道买啥 随便给你带一点茶 dessert 假使你再过来买东西的话 就不让你拿 过来忘记武器了 我让他给他洗 那我泡茶吧 不用不用不用 我只是送路过来看看 你不用分的少 该在前面有点死 那我让你来这边吃个饭 不用了 我爸妈在家的煮好饭了 过来不吃个饭怎么可以 什么东西 对了皮 我一个哥哥 从林医港那边 寄了一个大虾过来 等一下我请你试一下 就当点心 这个是我哥哥 从林医港那边 嗯 但我们用那个冲赏的差不多 是啊 你试一下这个吃多少钱 再喝有三斤多 三斤多应该要一个150左右吧 150 不用150 只要120吧 而且还给他给大家那个 那个汇单包给包一包 那还挺滑爽的 那我们俩现在继续上完店的老板拿来 这边现在有什么种好事 那我就按做小龙虾的方法 来做鲜辣 香辣 香辣大虾 喝不太多了 现在那么大吃 那就做事先吧 应该够了 这盒多少 有五斤 三斤多 三斤多 是不是看起来很多 因为这个虾大 应该不止 不止吧 三斤二斤多 这盒 这个是轻松 三斤二斤多 单单下的轻松 这个虾我们收到后 以后就用冷水给它发动 这个虾发动好以后 我们来给它开一下背 捞去虾线 开盆的话 我们把虾给它捏弯起来 然后从这个地方 给它开一下背 然后去虾线 这个虾线可以直接捞出来 虾开盆已经开好了 而且虾线已经去了 好 至少我们就可以 捞入虾 先把虾线给它走开 去变形 哇 现在虾已经摆锁好了 这虾是都得高出 这样 爽片 香味出来 我们用豆瓣酱 捞倒一下 然后把虾线倒 吃到卤啤酒 哦 吃到啤酒 哦 吃到啤酒 哦 难怪我没吃过 我看人家都说 小龙虾好吃 应该是因为没有放嘴 我刚刚放了啤酒 然后咱们再盖一盖 把它捆熟 差不多了 我们火关小一点 还有这个芝麻 还有这个芝麻 然后 我要钱的芝麻 哦 放入芝麻 多饭 好多啊 怎么样 先打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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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有喜欢吃的话 平常在家也可以吃什么吃的 现在我们可以开市了 你们真的可以尝尝 这个下看是否新鲜 期待一下味道 好吃的话 到时候 我这个视频下方可以挂了一些 而且那个 我们可以煮出来 两大盆很多 128 还给你们抱一只好家 而且我们还做了会弹包盆 所以说你们有笑的话 可以介绍 吃飞加饭就可以下单了 倒下来了 怎么样 菜有没有入味 有啊 虾都带高的 带高的 我连吃两天过敏 但是我还是忍不住 忍不住 以后我会这样吃一下 哇 这个真的好好吃 看这个浓 很糖 好有味道 怎么样 肉做得很糖 很结实 它没有那种就是柴柴的感觉 嗯 这个肉很结实 而且虾大汁 看来这个 这128 买这个现在可以输联份 联份这个 不算贵 对 你倒出来之后真的感觉 比那个很多 很多呀 太多了我感觉 我今天还吃饭 它不然因为再煮一点嘛 你比今天难得过来 起码就请你吃吧 是不是 够了够了 什么呀 虾肉是不是很Q它 很鲜 是的 是的 再拉出来很明显 嗯 结实的虾 新鲜的虾 它皮肉可以直接分离 嗯 没错 你看你看 很结实 你看你看 这个很有弹性 那我们就还要吃吧 今天我们就吃吧 今天不快了吧 来来来 一起来 一起来吧 现在我们已经吃完了 你看 就历史的最多 吃不吃 不吃不吃 不吃不吃 你还能吃了那么多 今天真的多谢烧烤老板 烧烤老板 老板手艺杆杆的 以后叫你一声师傅 现愁了 烧烤师傅 我跟你们一起来 然后多多麻烦 烧烤老板 烧烤老板这个店真的 对 他手艺也来 我发现这个也要 对了 你尝试烧烤老板 轻手都可以了 可以来这里 那我们准备送我们一起 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明天见 拜拜